英國反恐警方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曾誓言要殺死的一名前俄羅斯商料間諜中了神經毒劑的毒 在警方發表這番評論前,英國政府星期三召開了所謂的眼鏡蛇高層緊急會議 聽取了有關中毒事件調查的最新匯報,中毒者是前間諜謝爾蓋·施波利帕以及她33歲的女兒 倫敦大都會警察局助理局長羅利表示,當局將會視為企圖使用一種神經毒劑實施謀殺的重大事件 她說,受害的父女兩個人仍然處於病情危重的狀態 羅利帕具體說明究竟是哪一種神經毒劑以及這種毒劑如何釋放 警方在星期三還證實,首先抵達案發現場的一名警官已經入院治療,情況危急 施波利帕和女兒中毒事件星期日發生在通常很平靜的索爾茲百里鎮 這種事件有可能在英國引發一場全面的安全和外交危機 議員是要求政府對英國最近十多個宗可疑的死亡案例展開緊急調查 這些死亡都可能與俄羅斯情報機構有關 賺源令人家 הי 井